中国六十年代绝灭工程 六万工程兵投空山体 建造出世界第一人工动体 可抵挡百万吨级的清代 那么这个工程到底是干什么 在当时又有什么意义呢 为何在即将满工时却又突然停建 本期不知时就来聊聊神秘的816工程 说到这项工程就离不开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 在世界上的处境很艰难 因为中国刚刚研制出核武器 拥有核武器的美族两国 都将目标对准了中国 如果爆发战争 他们会在第一时间 推毁中国尚不完备的核设施 然后对中国进行战略包围 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 为对应核威胁 816工程作为国家的最高机密 应运而生 为了保护中国的核工业 宣旨要激起隐蔽 远离美国和苏联的战略核打击范围 于是中国最中心的位置 如甘肃 四川等省份 成了重点考察的地方 但是要知道816工程是核设施 核设施一般都要修建在海边 因为核染料发生裂变时 会产生大量热量 需要大量的水进行降温 所以核设施一般都修建在沿海地区 但当时中国迫于局势 却要在内陆寻找水源丰富的地点 可谓是难上加难 经过两年多的选址 选址人员几乎跑遍了 云贵川所有的大山区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终于找到了一处绝佳的地点 就是重庆培陵的白桃镇 这里地处武陵山大裂谷 旁边就是乌江 有高山做屏障 地形险要 地质经过两亿年才形成 既坚固又稳定 更加妙不可言的是 在这片重庆山区上 常年大悟 自然与外界于世隔绝 如果在这里的山里 挖一个山洞 在山洞里建设整个基地 简直就是一个固若坚汤的堡垒 任它怎么炸也炸不穿 在工程选址确定后 为了把保密做到极致 白桃镇这个名字 就从中国地图上抹去了 那么既然选定了地址 由谁来执行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可抵挡百万吨级的清淡 中国六十年代绝密工程 世界第一人工动体 究竟是怎么建造出来的 1967年 一支六万人的神秘部队 带着大量装备 随着国家一声令下 同庆培领的白桃镇 当时许多当地居民看到后 以为他们是来修路的 或者是建水电站之类的 面对询问 这支部队也只是说 他们是来进行地形勘探的 实际上这支部队 自己也不知道要建设什么 要知道在当时 816工程属于 关乎国家安全的绝对机密 而这支部队 在征召之时就已经明确了 是为了修建绝密设施而设置的 所有的官兵在征召后 都不能对外说出 自己的服役内容 就连他们的亲人 都不知道他们在这里干什么 这一支神秘特种工程兵部队 代号8342部队 专门负责修建中国的核设施 当时地处甘肃的404工厂 中国唯一一个生产核原料的工厂 为美苏获悉 为以备万全 需要一个备份工厂 就是有了816工程 8342部队 就要在重庆五陵山区的一座大山里 挖出一个可以建造核工厂的大洞 具体有多大呢 总规划面积在10万平米以上 相当于14座国际标准足球场的面积 而且建造标准是要能够承受 100万吨氢弹的空爆攻击的 困难可想而知 开挖前预计需要两年半的时间 可是没想到 这6万人的部队一挖就是6年 挖出了一个世界第一大人工洞体 其中最大的洞高80米 快25米 面积达1.3万平米 简直不可思议 然而完成这一奇迹的士兵与工程家们 除了核心的技术专家 大家都不知道 自己在建造什么用途的设施 据参加过816工程的人员会议 夏天非常炎热 洞里高达40多度 此外山里的蚊子更是可怕 被咬几十个大包都是常事 而到了冬天 洞里又特别阴冷 可想而知 在这里工作十几年 是需要多么惊人的意志力 当然 816工程 也蕴含着许多工程技术人员的巧思 在隐藏816工程的金子山山顶上 有一座150米的混凝土高塔 它外表看起来普普通通 实则是核反应堆冷却塔的一部分 其中排出着大量水蒸气 和高空的云雾混合 让金子山常年烟雾缭绕 在夏天雾气没那么浓郁的时候 它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迪迹从高空难以拍摄到 地面的真实情况 816工程挖掘的大洞 所有洞体都是由钢筋混凝土 胶筑而成的石管 在这些石管外面 还有一层特殊处理的不锈钢板 用来对洞体进行支撑和加固 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核设施 然而到了1984年 工程接近尾声时 却被叫停了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中国60年代的绝密核工程 6万工程兵抛空山体 建造出世界第一人工洞体 可抵挡百万吨级的轻弹 为何工程即将完工时 会突然叫停呢 从1967年开始 打山洞用18年 安装设备用19年 到了1984年 工程步入收尾工作时 一众官兵们被告知 工程停建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原来当时的国际形势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中国做出了巨大的战略调整 从战略备战 转向了对外开放 发展经济 所以816工程 不再具备战略意义了 于是参与这项工程的 8342部队 也算完成了光龙使命 大部分人员都回到了家乡 然而这些解散的官兵们 回到家乡后 依然保持着军人的保密作风 不和任何人谈论816工程 直到2002年 国防科工委同意 对816工程解密 广大民众 这才知道了816工程 以及这背后 8342部队的传奇故事 虽然816工程 并没有发挥其战争使命 但它的建造 却给了当时中国 应对混乱国际局势 充足的底气 在被国家解密后 人们才知道 816工程虽然一直被封存 但留守的工程人员 一直在进行维护工作 816工程是中国 在特殊时期 对抗国际大环境的一个举措 是一段不可抹去的历史 更是中国军人 惊起神的体现 2010年816工程 被当作旅游景点开放 2016年 816工程启动了升级打造 让参观者更能直接地感受到 世界第一大动体的壮观和辽阔 在这座巨大的人工洞里 鱼公一山 人定胜天 备战备荒卫人民 好人好马 上三线等各种标语 无不体现 那个年代中国人的不屈不脑 让人通过回望那段 可歌可泣的历史 更加珍惜当下 来之不易的生活 中国人的精气神一直斗散 任何困难都达不到我们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评论区留言互动 最后不要忘了点赞加关注 大家的支持就是布置军 更新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